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看来 他一点都不比我入 什么 你的意思是 他在这个年纪 就已经达到了无品修为 但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就算他真是无品修为 在我手里也是死路一条 的确 你最擅长的可是暗杀 不管怎么样 只要解决掉这个小子 说好的报酬立刻就会给你兑现 那个张富贵的背后 真的是道蒙的人吗 怎么来的全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邪修啊 林兄弟 刚才那个家伙 对付起来很麻烦吗 不不不 没什么麻烦的 你放心就好了 刘总 刘总您来了 来来来来 这边坐 这边坐 这个干溜子一样的家伙 是谁啊 熟人吗 他叫郑剑 是张富贵手下的一个马匹精 这种级别的人叫我跟他坐在一起 是想要羞辱 别理他就行了 什么东西 还真以为自己现在有多厉害了 老板 那个家伙就是刘志辉吗 这 就是他 奇怪了 像他这么有钱的人 怎么出门连个保镖都不带 是吗 这傻子还真不带保镖啊 走 跟我过去 刘总啊 我说你 你这臭小鬼 敢办我 找死 郑剑 会不会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 刘总 我好端端的走着道 你带来的这个小朋友 突然办了我一下 是怎么个意思 难道当我郑毛人 是好欺负的吗 郑剑 看来你现在翅膀硬了 真以为有张富贵在你背后撑腰 我就不敢动你 刘总 看你这话说的 人家又没犯错 好端端的被你的人办了一下 你总得给人一个说法呀 对吧 你们 喂 我说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办你了 大伙眼睛都看着呢 你一个小跟班也敢在我这狡辩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事你必须给我个说法 你真想死你 我只要想办你 你就不可能还在这里站着 明白了吗 刘总 您的这位手下似乎有点过分了吧 这位是我的贵宾 不是我的手下 你的狗在乱废 他帮你教训一下而已 我不管他是谁 扳了我政见 就休想完整地走出这里 政见 我警告你别乱来 真不好意思 扳你并不是因为看你好欺负 只是因为你这人行为太贱了 怎么 有意见吗 铁头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是 老板 怎么样 小子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道歉 我可以考虑考虑原谅你 你现在跪下来道歉 我也可以选择原谅你 找死 铁头 给我斗手 收到 政见 你可真有风度 带着个雇佣兵欺负一个小孩子 有意思吗 白小姐 给我个面子 放过这个小朋友一马吧 这么大个人 何必跟一个小孩子置气 既然白小姐开口了 那这个面子我这某人必须给啊 小子 今天我就放你一马 别让我再看见你 这些事 你怎么又摔倒了 这次可不是我办的哈 你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瘦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鞋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哈哈哈哈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舞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 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我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高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 别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吧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我说了 Zither Harp 你能放过一千古